地板磁磚爆裂 縫隙都可以塞進一個打火機了 整個地板嚴重爆開 可把睡夢中的住戶嚇壞了 其實不只沒人住的三樓磁磚爆裂 三天前一樓的廚房 也是磁磚連環爆 當時師傅拍下照片PO網 磁磚一個個隆起慘不忍睹 住戶說這房子住了近三十年 不曾換過磁磚 幾天前突然爆裂 把人嚇壞了 現在一樓廚房的磁磚已經換新 三樓正在失作 師傅表示應該是天氣因素影響 加上當時的工法比較不牢靠 採用的食材也有關係 而甚至受東北季風影響 北部及東北部天氣較良 桃園以北及臺灣東半部 有局部短暫雨 中南部日夜溫差仍然很大 以嘉義台南及高雄來說 一日的溫差就高達18、19度 4日有一波封面雲系移入 民眾得多加留意 TVBS新聞紀健亨嘉義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讓開啟通知小鈴鐺 診施